一列苏军火车正在前进 不料铁轨上却出现了一个绑着的士兵 幸亏火车司机及时发现 才让火车停下 苏军军官急忙下车查看 他们不知道绑在铁轨上的是什么人 并且后面还有一列火车正向这里驶来 要尽快为他解开绳子 谁知这时候却出现了状况 原来是波兰人在这里设下了埋伏 绑在铁轨上的人是苏军火车 苏联的一个警察也是他们的诱饵 15分钟后就有火车要过来 在这之前必须处理好死事 波洛夫中尉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在火车开动的时候 他在一边将绳子打断 这样火车可以继续前进 而那名警察也会得救 火车缓缓开动 在中尉打断绳子的那一刻 警察也被波兰人打中腿部 千军一发之际 波洛夫冲了上去 苏联警察得救 而那些波兰人这次精进策划的破坏 却落了空 波洛夫中尉是一个边防军 隶属于第五警备队 他在火车上与一个波兰女孩 汉娜相遇 他们一见钟情 对彼此都有好感 但是军队有禁令 不得与波兰人交往 汉娜的外公就是之前 袭击火车的主谋 因汉娜的母亲被俄罗斯人杀死 外公禁止她与俄罗斯军人约会 由于边境线的形势越来越紧张 斯大林下达了禁止敌人 进入边境的命令 波洛夫中尉所在的边防军警备队 时刻保持警惕 就在波洛夫与汉娜约会的时候 德军开始悄悄冲破铁丝网越过边境 1941年6月2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拉开帷幕 当德军越过和中央的边境线 战斗一处即发 虽然苏军占据有力地形 但登陆的德军实在太多 波洛夫中尉率领的士兵 抵挡不住德军的进攻 只能撤离战壕 三人在其他地方看到的 也和他们遇到的情况一样 边境线的警备队全部被打三撤离 这次德军以极快的速度 占领了边境线 波洛夫三人来到 德军占领的一座房子内 就在他们是否要开枪射击 德军军官时 德军的军权却突然狂叫起来 三人有幸逃过一劫 他们通过沼泽地 来到一处风车小龙屋旁 坐短暂休息 在这时 波洛夫中尉还不忘记 给他的女友留下一封书信 离开小木屋后 回到营地的他们 却看到了触目惊惊的一幕 营地的队友全部被消灭 突然 有德军过来 三人来不及逃跑 只能原地趴下装死 带头的正是德军尚尾奥特 而他的哥哥军塔 却是一名战地摄影师 波洛夫三人战战兢兢地 趴在地上 此时的心都已提到了嗓子眼 鲁斯塔姆突然看到 已死的未婚妻 悲痛欲绝 他不再惧怕德军 于是缓缓站起身 去亲吻妻子的手 鲁斯塔姆 癫狂地站起手 舞足蹈起来 最后被德军上尉奥特 一枪击毙 随后命令士兵挨个检查 有没有装死的苏军 德军对已死的苏军挨个补枪 当走到波洛夫身前时 他突然袭击了德军 一个未死的队友扔出了手雷 波洛夫和米哈西趁机急忙逃离 当他们逃到司令部的时候 这里也遭到了德军的袭击 司令部内早已人去楼空 波洛夫突然看到地上的电话线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剪断通信电线 吸引德军通讯兵过来 这样就可以袭击他们 并得到武器和弹药 两个德军通讯兵很快被两人解决掉 之后他们逃离了司令部 波洛夫终未来到女友汉娜的家里 却遇到了他的外公 老人家警告波洛夫 德军尚未奥特来到汉娜外公的家中 他此次前来 就是要贝利斯基先生协助他建设地方 从汉娜家中离开的布洛夫遇到了德军 由于他们人数众多 布洛夫被俘虏 米哈西在草丛中也没有开枪 他只能寻找更好的机会去解救布洛夫 一同被俘虏的还有许多布洛夫的战友 战地摄影师在临走之前 要捕拍一些关于德军和苏军打斗的镜头 于是奥特命令那些 已经投靠德军的苏军士兵充当德军 布洛夫三人被选中与他们战斗 战地摄影师看到如此精彩的镜头 显得异常兴奋 布洛夫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 于是趁战的摄影师不注意的时候 用匕首解决了他 米哈西为了掩护布洛夫逃离 被乱枪打死 德军对布洛夫穷追不舍 他跳进水里 藏在尸体下面骗过了德军 侥幸活下来的布洛夫躲到风车木屋里 在这里他遇到了女友汉娜 两人共赴云语时 布洛夫却失声痛哭起来 他决定留在边境与德军作战 布洛夫熟悉边境所有地形和道路 于是他对道路布置了路障 使路过的德军改道行驶 当敌人接近时 布洛夫将所有愤怒都释放了出来 德军尚未奥特没有想到 边境还有苏军士兵在反抗 更怀疑这名士兵就是杀害他哥哥的布洛夫 但布洛夫告诉他 这个人已经被他杀死 不可能活过来 奥特并不相信 他让布洛夫再次对周围进行搜查 并让士兵拆掉了山包上的戒碑 布洛夫默默地守护着边境线 他没有收到撤退的命令 要遵守誓言 保卫边境被拆除的戒碑 又一次被布洛夫树立了起来 一伙德军正在吃饭的时候 被一名宿军全部俘虏 但这些俘虏并没有被布洛夫枪杀 而是将他们光着身子 放回到了德军上尉奥特那里 此时的他正在为将军训斥 当这些人站到他身前时 奥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 哥哥的死 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再加上神出鬼没的布洛夫 奥特发誓一定要找到他 将他碎尸万段 布洛夫被德军紧追不舍 跑到尽头的他只能纵身跳下山坡 他的腿受了重伤 之后便被女友的女仆就回了家中 汉娜哀求外公一定要救活布洛夫 但外公知道 如果被德军发现 他们的下场一定是被枪毙 汉娜一次想逼 外公终于答应了他 他们二人用马车 将布洛夫运出了村庄 而奥特刚刚晚了一步 在村子里并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奥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想起了刚刚在村口遇到的汉娜和他的外公 于是带领部下跟了上去 果然在马鹏里发现了他们 汉娜的外公虽然是一个亲德的波兰人 但为了救汉娜 他还是选择反抗 结果却被德军乱枪打死 至于布洛夫 奥特选择将他活活烧死 熊熊烈火将布洛夫困在房子里 当房子被烧成废墟后 布洛夫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于又被奥特抓走 布洛夫抄近路 劫持了德军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 而卡车的丢失 让奥特意识到布洛夫并没有死 于是他将汉娜吊在水库上面 没多久 布洛夫开着卡车冲了进来 他一个人同德军一个小队战斗 为了食言 为了爱情 布洛夫终于救下了汉娜 而德军尚卫奥特 却与营地化成一片火海 电影最后 布洛夫因伤重不至牺牲 1941年6月 这部电影上映于2008年 也是一部四级的迷你剧 影片主要讲述的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启 与主人公事司守护边境线的故事 布洛夫为了保护边境 同时也为了他的女友 最终英勇地牺牲在了他守护的边境线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